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不总是进入之水的 有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大风大浪 如果我们不能妥善应对这些局面 那么人生就很有可能会过得一团糟 小事情无所谓 你可以随自己的心情来决定 但遇到那些大事的时候 就千万要慎之又慎 万万不可随心所应 一个真正厉害的女人 遇到大事的时候 往往都会这样处理 一 保持沉默 俗话说得好 祸从口出 沉默是惊 忍耐是一种能力 不要以为遇到事情 用咄咄逼人的语气说话的人 才显得有范儿 恰恰相反 很多时候 这其实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这是因为心里虚 所以才需要提高嗓门 来给自己壮胆 真正厉害的女人 在还没有搞清楚事情 来龙去脉的时候 是绝对不会轻易开口的 因为她们深知 祸从口出的道理 没有十足的把握 你说得越多 很有可能 就会错得越多 从而树人以柄 再难翻身 遇到那些自己意识 拿不定主意的事情 首先要做的 就是保持沉默 这不是懦弱和退缩 而是给自己留下余地 可以静下心来 好好想想 究竟发生了什么 自己 要怎么办 第二 是冷静思考 如果闭上嘴之后 什么也不想 什么也不做 那么你就是真的退缩了 这样的人 绝对是生活中的懦夫 厉害的女人 沉默之后 不会选择消沉 而是决定爆发 她们会开始 冷静思考问题 尽量不带 任何自己的情绪 而是以事实为依据 这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对于我们 很多普通人来说 浴室往往容易不冷静 要不就是太冲动了 要不就是太紧张了 最终犯下一些低级错误 导致功亏一篑 所以啊 学会冷静思考 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 处理方向和方法 第三 多听意见 兼听则明 偏听则暗 一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 所以想要更好的解决问题 不妨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听别人的意见 不是让你被人牵着鼻子走 而是要有最基本的判断能力 并在此基础之上 整合出那个 最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 不要自命不凡 更不要自以为是 所谓智者千律 必有一失 就算你是这世界上 最聪明的人 也一定会有考虑不周的时候 所以呢 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对于问题的解决 一定会大有助益的 第四 进退有度 不要一味地坚持到底 也不要一味地选择让步 什么时候该进 什么时候该退 一定要心里有数 比如在原则问题上 在某些核心问题 半步都不能退 因为一旦你在这些问题上让步了 就很有可能意味着 整件事情的性质都发生了改变 但是落实到具体问题上的某些细节 确实可以变通 没必要那么死板的 打个简单的比方吧 比如婚后约定男女双方 共同承担家务这件事情 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 没得商量 即一定要共同承担 但是在细节上 却可以有商有量 到底是男做饭女洗衣 还是女做饭男洗衣 你们自己商量着来 这就是进退有度 最后一步是强大的执行力 想了那么多 说了那么多 最后如果不能够落到实处 那么一切就是无用功了 有目标就要严格去执行 梦想要靠实践去实现 空想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真正厉害的女人 不空想不空谈 她们有强大的执行力 脚踏实地从不拖延 而这也重视她们的最厉害之处 遇事不要急着表达 要多想多听 并且能够分清清重 当定向目标之后 就要严格去执行 这就是厉害女人 遇到大事时处理的方式了 希望你也能够做到 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守候 如果说你也喜欢我们的文章 欢迎在文章的底部 给我们点个赞看 我是主播吴旭 此刻在湖南长沙 祝您一切安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